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后院了,看一下我们后院,这个很熟悉吧,当时很多网友陪我们一起改造,陪我们一起施工,我们去后院参观一下啊,好久没过来了,魂牵梦绕的后院,看一下,从门楼开始啊,这都是我们一点一点施工出来的,记得当时这个大门也是特意逃过来的啊,尺寸的话刚好适合我们,也是费了很大力气逃回来的,千墙云集,百步闲针。 上面这个渔木的过凉,我们进院内看一下,好久没有过来了,这就是特别想念,我们当时手工做出来的隐蔽,这都是老青砖,我们磨砖对缝做出来的啊,当时手工雕刻的一个福字,福雕,这都是手工雕刻的当时,相信很多网友还知道,当时也见我们是怎么做的了,然后在大门 我们到影币之间呢,我们还弄了一个葡萄架,种了两颗葡萄啊,相信很多网友都寄了,我们进院内看一下,这个草棚的话已经有点破败了啊,虽然破败了,但这些回忆是无法抹去的,我们住了两颗葡萄,看一下院内的情况啊,这个院我们在改造之前呢,就是一片荒凉的模样, 通过我们改造之后呢,虽然没变得多好,但是也算是像是一个小院了啊,也是非常具有农村味道的一个小院 我们包括当时种的枣树都已经这么高了,今年夏天绝对可以吃枣树了,吃枣子了 看一下院内种的一些绿纸,金银花,黄羊,包括后面移植了三棵花椒树啊,这有一棵石榴,包括院墙边上的一些爬藤月季都是欧月,那会网友赠送的啊,相信很多人都记得,这个爬藤月季到夏天开满花,各种颜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还有我们栽种的一熊,两瓷的猕猴桃,虽然没解好,但是也当一个点缀的绿纸也是挺好的 包括这里种的十颗不同品种的月季啊,老庄月季,还有当时我们纯手工做出来的一个,算是亭子吧 这当时都是纯手工做的啊,各位父亲两个人后生一个月才做出来 看一下,回忆满满满满的回忆 还有我们收集了,好久才收集的老青老石头做的一个流水的摆件啊,都是老石头老物件老古董这些 看一下,这个大个的石头是相当难找的,飞着好大力气啊 还有这边的柿子树,现在都应该要发芽了,春天了嘛 应该要发芽了,这边的葡萄,这边的石榴啊,石榴 还有墙壁,墙壁,墙壁上的墙壁,看一下院子的面貌 这个房,这个小院很多人相信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当时自己做的老式的窗户啊,到刚开始改造之前,这些窗户都是已经破损了,都是我们一点点修复的 包括这两个门板,都是我们做出来的啊,都是找老物件加工出来的 还是这边的小院,回忆更浓厚一些啊 去年前年我们还经常过来,今年由于我们到北京发展了,做房谷小院嘛 做中式小院,做老宅改造这一块的业务,所以狠手就过来了 不过偶尔回来一下,到这里回忆一下我们改造的过程 回忆一下曾经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啊 今天呢就简单过来看一下,明天又要回北京了 在此呢也十分感谢一起陪伴我们改造这个小院 每天给我们提不同的建议,给我们做监工的一些房友啊 明天就再次要出发了 相信我们以后不只是做这两个院子,要全国各地做更多的院子 更多的服务农村老宅改造这一块,做建房这一块 好了,加油干